嗯 早上回蒙蒙等下 大家好 我是乔宁 今天来煎橄榄 有句话叫做人老先老腿 还有句话叫做要活就要动 奶奶说要活就要吃 还要洗 今天我就把吃和洗 都不用花一分钱 让你的腿健步如飞 这两颗橄榄 每年的12月就开始收获 去年没有结 所以我也没有剁影片给大家看 那是前年我剁的影片 面橄榄 晒橄榄杆 所以水果就是这样 一年生 一年休息 今年又结很多 我们都是让它成熟 自然掉落 有时候要用罐子敲 是因为要剁酒 用一块大布鞋子 剁酒千万不能摔打 如果摔过有伤 泡酒就会苦烂 腌制就这样成熟的最好 软绵绵的 这个动作让我想起我们家小时候后院里有一颗大宝树 我们也是这样的剪 开头看上面有好多好多 这两棵橄榄树真的很给力 长得很高很高 可能阳光冲突 非常非常的会生 今天这些比昨天泳片种的多 用一个大盆来洗 为什么我昨天先做是一批的 就是今天好烟给大家看 大家如果看了昨天的影片的人 就可以再复习一下 先做这个动作 都拿掉清理干净 再用水洗两到三遍就好 因为自己种的没有农药 哦 这还有一个 都掉在草地上 所以会沾黏一点草之类的 所以就要慢慢的清洗干净 为什么一定要穿烫 一个是消毒杀菌 二个就是放在冰箱里冷冻 出来就不能再洗 所以要先穿烫好 为什么说吃橄榄 会顾你的腿 首先橄榄是碱性植物 我们是酸性体质 特别吃肉的人 一定要吃橄榄 橄榄最大的好处就是养盐 美容 最重要的是 顾腿顾筋骨 养盐美容 没有关系 人丑一点不会死掉 但是 如果你的腿不健康 那就是意味着已经老了 那就是不健康 吃橄榄刚好就能顾我们的腿 我不在乎 漂不漂亮 养不养盐美容 我只在乎 我有一双健康的腿 能爬山能走路 所以我坚持每年都吃橄榄 现在我们开始汆烫 热水烧开 把橄榄加下去 轻轻地推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橄榄已经开始变黄 只要这样 上面还有一点点绿 就开始捞 不要懂得全部黄 全部黄了就得开裂 因为这些橄榄都是熟透了的 里面都是软绵绵的 看很漂亮 马上捞出 千万不要放在锅里焖 我说过 我们汆烫就是消毒杀菌的意思 并不是煮熟了的意思 一点装不开了 比昨天的多 往旁边捡一下 这些夹在中间就好 你看这个很漂亮 反过来这边 就是摔在地下的 但是你打开里面好好的 所以汆烫一下 吃起来软绵绵 酸酸的刚刚好 我就是喜欢这样吃 因为牙齿没问题 有人问种子是什么样子 种子就是这样子 完全凉透了 已经变黄了 现在我拿出夺天的 给大家看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夺天的 我特别昨天在影片中煮了这一锅 今天来给大家看 这就叫做冒冷气 对比一下 经过冷冻的橄榄 已经变得有点小 刚煮出来的大大颗 今天温度是24度 所以常温下退冰就好 台湾的冬天就是这样 习惯了台湾生活 我也觉得有点冷 拿不下来 很结实呢 传言说不管吃什么贵得坚持 橄榄真的很不贵 如果在市场上有卖的 你可以买一点 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在我自动去留言 第一个留言的算数 我给你记 你自己出运费 我之所以没有油蒋中档 我就是想给这些常看影片的人 听冰得很结实 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小时候 哎呀 沾我手 这个动作我想起来 小时候下大火 出去抱着小棍沾手 加冰糖 切记冰糖 不能用二号砂糖 我这个冰糖有点粗了 不是上次买的那个细的 直接这样放上就好 又忍不住吃一个 刚烫出来软绵绵 非常非常的好吃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就给它时间慢慢的融化 慢慢的腌 现在是下午了 已经退冰一半了 用主板能敲动了 可以搅拌一下 腌橄榄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橄榄有很多种制作方法 昨天美国朋友也留言说 它们可以晒黑橄榄 也很好吃 用这样的方法腌制橄榄 第二天就可以吃 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糖基本上融化的差不多了 因为这期间橄榄要先退冰 糖才能腌进去 才能把酸酸的汁杀出来 大家不知道汁是什么味道 大家吃过橄榄醋 苹果醋吗 就是酸酸甜甜 非常非常好吃 每天早上起来 稀释一小杯 然后再吃两颗橄榄 这一个冬天 你的腿脚会痒得非常好 非常好 再看一次整腿 第二个就是洗 这个很重要 强健你的腿的筋骨 构树放在盆里 小火炖煮半小时 非常烫 就像我这样 铺一块毛巾先烫着 慢慢的让水冷却 看十万这心事 昨天有粉丝朋友说 把你炖了东补 吓得跑掉 出去叫去了 这个水非常烫 所以先从脚心开始烫 你如果懂得水一点不烫 脚果就不大 等到你能重塑得了的时候 就把脚全部放下去 你看瞬间 我的脚就烫得通红通红 但是不要傻傻的丢下去 你烫水大泡来啊 我可不负责任啊 烫了五分钟 你看就这样 如果你能坚持 这样烫上两个月 不管你腿痛 还是你脚有香港脚 还是有牛皮血 特别对皮肤病 保重百分之百痊愈 不信你就试试看 现在烫得清了 可以把手伸下去 洗我们的小腿 小腿就是心脏 人死先死心脏 如果心脏健康 是不会死人的 小娘实话实说 所以养颜美容 我们都不在乎 你的疲劳了 不会死人 但是你的脚不好 你就不会走路 但是心脏不好 就要死掉 所以这句话 人老先老腿 看烫得通红通红的 那就是瞬间火血 我烫到这个时候 全身出汗了 这就起到了保健的作用 晚上八点挡的时候 你就烧上这一盆水 坐在这里 看着连续去 泡着脚 大概一个小时 这个水就温温的了 如果愿意再加热 可以再泡一次 泡到出汗为止 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了 橄榄已经出汁了 看浓浓的 这个时候橄榄汁 就是酸酸甜甜 好好喝哦 泡完了脚 吸湿一下 喝一杯橄榄汁 顾好你的腿 洗好你的脚 就像奶奶一样 快百岁了 自己走路 不用别人照顾 喝了不为了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